谢谢各位吧 又到了坑王挖坑的时间了 这一晃 有坑王这俩字得有十年了吧 十多年 十多年是吧 也是 你们老观众还记着呢 有这个那会儿他刚五十多 你算是 这一晃这个人笨七十了 挺好 说书唱戏全人方嘛 就是希望大伙听完之后高兴 如果说从故事当中 还能够悟出点什么来 那就更好 这个开书呢 不说先本 一 那说也行 我这人最大特点就是随和 你知道吗 你们想知道点什么呢 吃的 这几个人很实在 坐着就说想知道点吃的 应该给他们一特写 潜心的哈喇子都试试了 其实赶门真弄一个 说吃的节目 其实也挺好 就是有要求 要求现场的观众 别吃饭 坐在这儿 每个人这儿给来一饭单 来小盆 跟这儿接哈喇子用的 这个说吃的 要是能给人说的身临其境 我觉得不容易 曾经有几个朋友跟我聊天 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 十一二点就听你的那个 一些个音频的节目 有的时候你给大伙介绍吃的 我们听着可恨的 因为那会儿吧 正是饿的时候 还自己忍着不吃 吃完了长肉啊 听点东西睡觉 好这一听 听着这个 怎么吃怎么做怎么弄 听完了可难受了 这个就跟你好些人晚上不睡觉 看吃播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又是晚上睡觉前 比如抱着iPad也瞧一瞧 视频网站 有时候看个也挺可乐啊 天南海北 过时过样的 连韩国呢 外国我也看 一家几口坐着吃东西 特别感慨 这是 你要不看不知道 还有那样的人呢 是吧 真是你 真是要佩服人家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我就看不了那吃东西出声 我瞧不了 当然这个 封锁也不一样 有人跟我们说 说我们这就得出声音 不出声音不香 非得叭去嘴 我说可能就是不一样 我大小 我们家里人就管 闭上嘴角 包括我小儿子 郭芬阳 三四岁 大家吃东西 他妈也管了 家里都管 闭上嘴角 不许出声音 出声音就挨打 我印象很深 我小的时候 在家门口 还上小学的时候 吃早点 天津吃早点 那个豆腐脑啊 嘎巴菜啊 云吞啊 有一次印象特别的深 挨着我坐着有一组 吃嘎巴菜 这嘎巴菜就天津油 他是拿这个绿豆面 和好了之后 摊出来的像煎饼一样的东西 这叫嘎巴 晾干了 把它切 切成菱形块 柳叶块 打一锅卤子 浇上卤子 搁上香菜 什么辣椒啊 什么这个各种调料吧 弄这么一碗 拿它当豆腐脑吃 这天津特色 坐那吃 旁边有一炸 哎呀 我都快听不见说话了 它是真香啊 没褪色我啊 吃了那个开心呢 就跟大赦刚放出来的似的 结果那天早点 我都没吃掉 我酝酿好几次 我恨不着把我这碗糊涂脸上 那时候还小 这东西就是 生活习惯问题 咱也不能要求别人如何如何 人家这样挺好 但是大部分来说 可能还接受不了 看吃播的时候 人家特意能一话筒 因为吃播要是不出声 老觉得差点什么事 你非得看 很厉害 很厉害 在我跟前估计 这能打出狗脑子来 哪天有机会啊 找几个能吃的来 咱们上这来特别节目 坐在这让他们吃 你们大伙看看 还好呢 那跟坑王有什么关系 就看他们叭一嘴 刨坑给他们埋了就得了 这个坑王驾到的节目呢 有的长有的短 长的呢 说个十几回的也有 短的呢 一两回的也有 这就是满足 不同人的口味 谢谢爸 谢谢这些位父女 这么鼓励我 我跟你说 也就是我 换一个说书 就死你们手里边了 就你们这通大下场 就跟前期是在上海唱戏似的 你们有趣的是吧 听到那些个熟悉的掌声和笑声 心说这帮人追到这里来了 这是我最爱干的三件事 说书 唱戏 说相儿 搭着我实在是废物 别的都不会 就这三样手艺挺好 很开心 祖师爷赏饭 祖师爷也是 有时候赏着饭的是嗖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同行就 吃什么味的都有 我得念祖师爷的恩典 对我不薄 干点别的我是真不灵 你要说让我上哪个公司 当个董事长 我得愁死 早上起来开会 我看着我就恨得好 我那个朋友圈经常有 那些位厉害的人物 早晨八点半坐着开会 摆名牌写上张三 还来一个白瓷缸子哥呢 拍下来 发朋友圈 我老以为他们是摆拍 在家自己设计的 挺好 一个人一个活法 人家可能也瞧不起 说书 说相儿唱戏 有什么出息 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挺好 就跟当年唱戏似的 九十年代末唱这几年戏 京剧平剧何卫帮子 唱完戏之后就觉得人生够了 也就是那样 刚才演艺强盗 一会儿演艺皇上 明儿又演艺什么什么 就那些年 人情冷暖 世态炎凉 活在了不同人的生活里面 挺好 有人说说你那都是假的 我心里说 嗨 你那是真的 人一辈子也就是这几十年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乐呵乐呵得了 挺好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一会儿 我跟你们聊不通一会儿去 聊会儿 聊会儿什么呀 吃的 来 下面 这几个吃货还没走呢 打上一期 就是他们坐在这儿 留着哈喇了 说吃的 你们是不是上打饭来 尽错棚了 爱吃什么呀 炸酱面 炸酱面 哎呀 你这个血糖下不去了 炸酱面 那是打在我手背上了 有机会咱们在棚里边 支上锅 咱们炸一回酱 好 这边也跟人学会起哄了 行 下回咱们炸酱 打篮 撑面 炸酱 我这一说炸酱 这儿 你再把狗叫来 炸酱分几种 肉丁的 肉馅的 肉块的 还有拿豆腐丁炸的 还有小虾面的 素炸酱 搁茄子丁的 还有鸡蛋的 啊 要不你出去吧 他这个鸭鸡嘴的声音 已经干扰到我了 你还爱吃什么呀 再来一碗 还热了 我不能听你们的了啊 心里听你们的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 一般来说过去 曲衣介和戏班 爱吃面 一是省事 吃面什么都能办 你炒菜面也行 哪怕炒一土豆丝 炒一什么 最后倒到面上 来碗白皮也能吃 单独弄串也行 汤面也行 怎么都省事 而且过去你说说相 也好唱戏也好 到哪去 他得喝点酒解乏 完事呢 吃点面条顺流 他吓起来痛快 所以说还行 等哪天啊 我们单独聊一聊 吃饭的问题 好 行了 你们回去等饭去吧 开书吧 得干点正事啊 不干点正事 不像话呀 人家制作单位给钱了 我老坐这 当厨子不像话 开书了 今天给大伙 最近我不是 说你们注意没注意啊 我竟说点这个短小惊悍 喜剧类型的东西 是吧 嗯 因为前段时间竟说那个 闹妖精闹鬼了 现场把你们吓得一愣一愣的 我心里不落人 因为是我吓了你们 说点家不长 理不短的也好 而且 最近不想说太长的 因为说太长的话 牵扯你们的精力 耽误你们吃炸酱面 谢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 他们这个水平也有限 能力也一般 我也是 实在是没有别的能力 没有别的手艺 就会这三样 说书 说相声 唱戏 一死糊口 干别的干不了 这就是一个人哪 一碗饭 端好自己这碗就得了 不要想这么些个 说我这也好 那也好 那没有王法了 多大的手 端多大的碗 就行了 你拿说书来说不 全世界说书的 搁了一块 连十个人都没有 那有你一碗饭 还要怎样 祖师爷的恩典 医师父母的关怀 人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这个就挺好 其实说书不好看这个行业 为什么呢 一张嘴讲一个故事 那花三个亿 拍个电影 讲那故事 你都不爱看 凭什么听他一人坐上 叨叨叨叨叨叨呢 对吧 咱得讲理 所以说 抒情戏里 玩意儿是假的 玩意儿里边的东西是真的 你别看一张嘴 唐宋元明清 甭管杀人放火 改朝混贷 就是这一张口说出来 什么都没有 我还得让你信 你还得跟我故事走 这个是天底下 最简单 但是也是最难的艺术形式 我拿手一指 一进皇宫 你就信了 这就是皇宫 你要电影里边 拿手一指 这是皇宫 你能把电影院给它砸了 那叫诈骗 但是你说很难 三一五拍一电影 你未必爱看 那个故事 你未必看得明白 我们这不行 必须给人讲明白 还得给人讲清楚 现在观众 尤其是 彭里的这些观众 你们这素质令人堪忧 所以你们也好哄 你当年据传说 就我们那个老辈 那个老先生说书 那个 那观众 突然间 您这句话不对 原文是怎么写的 三国志怎么说的 当当他真跟你较真 所以碰见那种观众 你就得给他暗杀了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评书这门艺术呢 不会有特别大的发展 但是他也亡不了 因为他是咱们的传统文化 其实 所有的演艺界 到最后 他还是演员个人的魅力 好吧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赏文书讲到哪了 哇 好 咱聊点别的 好不好 好 有你们 我也进步不了了 上台来跟你们聊天 下后台跟于千他们玩 我看我也就这样了 挺好 于老这些人也挺忙的 一天到晚的 抽烟啊 什么的 我挺佩服他这个 真的 他这抽烟喝酒 我大小我也没学过抽烟 他是这一颗切一颗的 我们后台有老先生 我见过那个抽烟的 这只要往这一做 当年还用火柴点烟呢 就这一根火柴 他抽那个不带嘴的那个 就一根抽抽 抽差不多了 赶紧蹲一蹲 再拿一根拧上 就这一天 从早晨到那一聊天 一根火柴抽到吃中午饭 这不行 你真得扶人家 我就来不了这个 我们前些日子上 上海南京演出 坐动车 于老师跟动车也得抽 我说这不让抽 他厕所 厕所写着呢 列车上没有烟雾 什么传感器呢 叫是吧 抽一下 一会儿曾经找来的 于老师您咋真的 这是写着 他说没有吗 你看看 摄有 列车上摄有那个烟雾报警器 他看成没有了 抽着 给城景抽来了 他能喝 能抽 喝酒我也不行 现在 我二十出头能喝 二十出头那会儿 可爱喝酒了 也实在是没什么正事干 也没有演出 也没有工作 没人着拍戏 也没人做节目 静上喝酒了 一天能喝个 两到三瓶白酒 真的 后来 千儿他们聊天就说 你要还喝酒 现在我们孔敌块打不过你 但是确实 为什么后来说不喝了呢 想了又想 我也不爱这个 喝完也没有什么感觉 也没有晕晕乎乎的 或者吐 撒酒疯 都没有 我经纪人 喝完酒又唱又跳 我说这我理解 酒桌就是他的舞台 人都得有展现的机会 是吧 我喝完了 更冷静了 这玩意儿 不爱这个 也不想 他们说 喝完之后想 就觉得还特别好喝 我从来没有这感觉 后来我也就不喝了 不喝不喝吧 也挺好 酒要少吃 是要多汁 因为还有这么多的 没有文化的观众 都等着我呢 是吧 有没有文化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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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化的观众 有文化的观众